哈喽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脂肪 脂肪,一般是在室温中为固态的油脂,是由脂肪酸和甘油结合而成 脂肪与胆固醇,许多人都认为是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等问题的源头 但是脂肪,与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一样,都是很重要的营养素 脂肪是身体储存脂肪酸的一种方式 一些脂肪酸对大脑、免疫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正常运作是十分重要的 但人体是无法合成脂肪酸,必须从膳食中摄取 脂肪酸来源自动物体内的脂肪组织,是一种缩酸值,以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跟糖类不同,脂肪所含碳与氢的比例比较高,氧的比例较为低 所以热量比糖类高出许多 脂肪组织是大多数脊椎动物特有的身体组织,能够一段时间不进食 也不会因为能量浩劫而死,是属于脂类的一种 脂类及类脂质其中包括有 1. 脂蛋白 脂蛋白有 极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乳迷为例 2. 糖脂 糖脂有 神经解析脂 脑肝脂类 3. 磷脂 磷脂有 卵磷脂 脊椎脣脂 脑磷脂 4. 类固醇 类固醇有 维生素D 胆固醇 雌激素 雄激素 脉脚阴醇 皮质栽醇 胆酸 孕激素 脂肪的用途 1. 提供能量 脂肪的能量密度是每一克9大卡 相对于糖类和蛋白值每一克4大卡 脂肪是能量密度较高的食物营养素 比1克的糖类或蛋白值高出许多 2. 提供必须脂肪酸 一些脂肪酸是人体保持健康必须的巨量营养素 有维持免疫以及心血管功能的作用 3. 食物口感的改善 让食物的口感更细腻 润滑 脂肪还可以促进进食后的饱足感 但食用过多会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 4. 协助脂溶性成分溶解 一定量的脂肪有助于食物之中的调味 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5. 热传导的媒介 可用在煎和炸的烹调方式之中 在炒菜过程中均匀传热并且防止粘锅 只要与脂肪相关的食物 不少人都会感到排斥 因为担心吃太多 会造成身上的脂肪囤积 肥肉也就会越来越多 因此不少人会避开脂肪的食用 但其实脂肪有分为四大类 对身体都有不同的影响 1. 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容易增加低密度蛋白 在室温中会凝固 动物性脂肪是主要来源 以猪肉 牛肉 羊肉 家禽 蛋黄 猪油 及奶制品等都含有饱和脂肪 植物性的饱和脂肪 则来自野子油以及棕榈油 摄取过多容易增加心脏病的几率 使得血液更容易凝结 导致血管硬化 中风 心脏病等疾病 并使得肝脏产生胆固醇 也会堆积在血管中 造成心血管疾病几率增高 过量也会使得血液的坏胆固醇增加 不良影响会比过量摄取胆固醇更多 所以摄取不宜过多 2. 单元不饱和脂肪 与多元不饱和脂肪 多元不饱和脂肪 分子中有多于一个双腱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则只有一个双腱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 是健康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 食用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分子 有助于健康和长寿 脂肪在人体内亦有多项其他重要功能 同时一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都需要膳食中的脂肪来帮助吸收 以及构成细胞膜 不饱和脂肪在室温中呈现液体的状态 若以多元不饱和脂肪 或单元不饱和脂肪来取代饱和脂肪 能够降低体内低密度蛋白 来保持血管畅通 是对健康有益的 能够稀释血液浓度 对人体有降血压 改善免疫系统功能等效果 食用含有丰富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 或含丰富多元不饱和脂肪的油 比较有益健康 单元不饱和脂肪 这类脂肪多存在于酪梨 橄榄油和坚果等食物 多元不饱和脂肪 存在于葵花油 玉米 芥花籽油 亚麻籽或大豆油等植物油中 经常听到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 Omega-3以及Omega-6 也是属于多元不饱和脂肪 多元不饱和脂肪中 含有的亚麻油酸 以及次亚麻油酸 是必须脂肪酸 因为身体无法自行合成制造 所以必须从食物获取 三 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是对心脏健康影响最大的脂肪 每日摄取量应少于 每日所需总能量的1% 牛肉与羊肉及奶制品都含有少量 大部分都是因为加工而来 加工产生的反噬脂肪 存在含氢化油的食物中 其中人造牛油 植物起酥油 烘培以及油炸食品中 都含有反噬脂肪 植物油经过氢化程序转化也会产生 食用过量会令血液中的低密度蛋白上升 同时也会降低高密度蛋白 所以应该避免食用 脂肪是常见的食物营养素之一 并非摄取的越少越好 身体内有许多器官都有脂肪 也需要脂肪的保护 就连大脑约有60%的组成也是脂肪 也能提供身体无法制造的脂肪酸 对荷尔蒙 体温的调节 免疫力 升值功能 营养素的吸收 制造胆固醇 维生素D 及胆汁酸等的主要原料 脂肪也能够维持神经系统 及皮肤的正常运作 也是细胞成长必须的营养 所以在减重或减脂时 脂肪的摄取还是必须要的 摄取脂肪最好以坚果种子类 酪梨 鱼类 橄榄油 鸡蛋等天然富含好油的食物中获得 以均衡饮食 尽量以少肉多菜 少肥留寿为主 搭配适当的烹调方式 就可降低脂肪的摄取量 摄取过多容易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增加心脏病 肥胖症 高血压 糖尿病跟癌症等风险的几率 血糖值并不会直接被脂肪影响到 但是可以藉由摄取单元不饱和脂肪 或者多元不饱和脂肪 取代碳水化合物或饱和脂肪 改善胰岛素阻抗与糖化血色素的问题 以均衡饮食摄取营养素 也有助于血糖的控制 许多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都会选择补充鱼油 鱼油是鱼的脂肪 其中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Omega3 大部分人吃鱼油是为了摄取Omega3 对于思绪清晰 新陈代谢 身体的保护力等都有较好的效果 也能促使心情愉快有活力 成人与孩童可建议适当的摄取 体内脂肪的含量也常随健康状况 即能量消耗等因素而改变 在转换热量确实比糖类或蛋白值高 但并不会直接变成体脂肪而囤积 巨量营养素不论是哪一种 只要有多余就有转变成脂肪的机会 一些人对于脂肪的摄取相当排斥 但是脂肪也是组成人体很重要的元素 适量摄取对人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 如果你愿意支持与鼓励这频道走得更远 欢迎分享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 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要订阅一下 跟期待我们下部影片更新时 在我们下部影片更新时 我可喝更新时